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的頻道,我是Chris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跟大家介紹一款小布專用的單車袋 這一款的單車袋是全球第一款可以反轉模組的小布專用單車袋 就是這個,是Rotuncraft他們推出的單車袋,我覺得很漂亮 它本身這樣裝著這個黑色的袋,都很有心思 除了這一個,其實是還有的,沒錯,也是一樣 這兩款都是Rotuncraft他們推出的小布專用單車袋 是飛行員系列,不同的地方就是Size 可以看到這一個是大一點的10L,這一個是小一點的7L 那是不是7L就黑色這一款就均綠色呢? 是它一個Size有兩隻顏色,有黑色和均綠色 我也曾經是介紹過Rotuncraft這個品牌,他們是台灣的品牌 亦都推出過不少的單車袋,也都介紹過他們這些配件袋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看回那一段影片,再詳盡一點 這次主打是介紹,首先在顏色方面,它除了這隻均綠色 亦都有黑色去給大家選擇 就例如說是7L的這隻黑色,當然7L亦都有均綠色可以選擇 然後我們再看下去,它的扣是一個磁級的扣 可以見到是這樣的,一個磁級的設計不同一般扣上去的扣 這樣扣是不開的,一定要斜打橫才可以開到的 又或者單手其實都可以 非常方便,亦都很實正的 裏面就有包了兩個配件袋 這兩個的配件袋,就可以放到這個袋上面 就跟一般的小布單車袋是不一樣的 一般的小布單車袋大部分都沒有辦法 可以這樣再壓外裝袋上去的 可以見到,這樣扣上去的可以 然後裡面有兩個袋,直到有一條帶 這條帶是一條斜背帶來的,可以將這個袋變成斜背袋 這條帶亦都有些乾坤在裡面,一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再看看袋先 可以摸到其實袋裡面還有其他東西的 斜背帶來的,這裡有 這裡亦都有一條斜背帶的 對,即是說無論是這個還是這個 它亦都可以讓你就這樣去背著 首先這個袋用的物料 在布料方面是最強的一個布料 防刮、防水潑、內磨和防拉扯 而且是有一個比較輕的特性在這裡 所以這個袋也不會很重的 我們再看看它裡面 它裡面的內襯是極正的,看上去是很高級的 這個間隔是可以拿出來的 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它所有的內襯就是這樣的 有些毛毛這樣,就是有一個緩衝和減震的效果 你放了這個間隔,你可以再放一部iPad 有時去旅行也不需要擔心 弄爛一些比較貴重的東西 也可以放到相機 看到它有些間隔可以把東西隔開 例如說這裡是放鏡頭的 這裡放部相機的就可以把東西隔開 不錯 這個也有一個特別之處 好,手頭上的這幾塊東西 就是WALTONCRAFT他們另外一些產品 是可以貼下去的 對,沒錯 它後面這裡是有魔術貼的 魔術貼的另外一面 可以看到它有些帶 可以讓你洩一些東西進去 反正大家都有需要 又或者是這些小小的 魔術貼,這裡可以放一些東西 下製化 你可以貼在這裡,或者貼在另外一邊都可以 對,都很緊 它整個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貼 然後也可以讓大家看到 其實它本身的這個間隔 是可以撕出來的 哇,這個設計的自由度是非常之大 貼在什麼位置都可以 例如說不想貼在這裡 貼在背部這裡 就可以多一個間隔 這個開口位是很大 拿東西的時候很方便 但是不需要擔心 它因為帶就很容易入沙 因為它採用了一個特別的設計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當你蓋起來的時候 它是防水潑、防塵、防塵 沒有那麼容易走進去 那些沙、那些塵 然後我們再看看其他地方 可以看到上面有條拉鍊 可以再放一些東西 在裡面這裡 拉鍊裡面還有兩個網狀的內格 之後我們再看看在外面這裡 這裡也可以放東西 有時候我們拍照是需要放一些腳架 又或者是放遮瑕 又或者是封衣 都可以直接放在這個位置 哇,不得了 這裡真的 這裡呢 這裡也有一條拉鍊 也有一個內格 一看下去 它左右都有一個袋 這些位置可以放一些紙巾 隨手就可以用 方便些拿到的東西 可以看到其實這裡有一個底的支架 這個支架就是放在小部的珠臂那裡 或者扣上去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袋 它後面有一些帶 前面其實都有的 那這些帶呢 是可以裝這些配件袋 就是這樣 它有一個扣的 對啦 下面也有一個 對準的洞 放進去 之後放進去 然後按下去 搞定 然後這個袋 其實它底的這個支架 是可以拆出來的 對啦 就這樣真的當一般的一個袋去用 對啦 我們看完10L了 再看一下 7L的先 看一下 哇,馬上小了很多個 好迷你喔 基本上它裡面 我現在眨眼看 跟剛才那個 是差不多是一樣的 只是剛才那個的縮小版 對啦 一樣是飛行員系列來的 拆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也是一樣 有得這樣 把東西去隔開的 那最大的分別就會在 尺寸那裡 10L看起來真的大很多 7L就會迷你一點 哇,這個袋啊 超帥仔的 可以和大家一起 對啦,看一下 那它是一個功能 是非常之強大的袋 那我都會和大家去看看 它有哪裏這麼強大 去用一下它 那我呢 剛才其實已經是踩了出去的了 那就一邊站在那一邊 和大家介紹吧 但有一個問題 就立刻令到我回來啦 就是外面實在是太熱了 我整件衣服都濕了 那我就免得大家看著我 不停流了汗 真的濕得很厲害 所以我就回來 不如重新再介紹過 其實已經介紹了少少少 在外面 那這個袋呢 它可以見到 前面裝了一個配件袋 它正面是有條織帶 這裡都有 那後面也是有的 那這些織帶可以穿 配件袋下去的 穿下去 然後按下去 搞定 那它本身的兩個配件袋 我就裝在後面這裏 那我剛才出去 就拿這個袋來 裝銀包 手機鎖匙都放進去 另外這邊呢 就裝水瓶 那一見到它的樣子 就非常之適合裝水瓶 那它MOTONCRAFT 有另外一個系列 叫全車款的系列 那又是有一個袋 裝在這個位的 跟這個有少少類似的 那現在有這個 飛行員的袋 就 哇不需要那個袋 都OK了 因為它本身有這個袋 可以裝在那裏 然後它本身這個配件袋 上面也有一個織帶 可以再額外 就是這樣把配件袋 好像這個一樣 再裝到一個小小的袋 都OK 那如果不想裝在那裏 又裝在那裏 都OK 那又是按進去那個洞 然後就搞定了 好快的 真的 這樣拔出來 這裡呢 也有一個格層 外面可以塞少少東西 在那裏 那我剛才介紹的時候 拿了這個間隔出來的一塊板 那它有一個魔術貼的功能 可以貼上去 其實除了這塊板 在它的袋子的內襯 整個袋子的內襯 都可以自己自由去貼 例如說這樣 就已經貼上去了 可以貼在正面 貼在背部 那裏 也都可以沒問題 那我可能會想 要一個袋子 可以讓我放了少少東西在那裏 那它裏面沒有 那就可以自己加一個 貼在那裏 搞定 對 就貼在這裏 那它外面和裏面的顏色是不同 嘩 超美的 一個袋子都整得 那這裏都有層體 有個Brotoncraft的logo 然後貼下去 例如說是貼在這裏 那現在都有很多車友 是會踩小步去內地 又或者去台灣那裏 那裏踩單車的 那甚至有些是去橫島 嘩非常之正 那這些袋子 有大大個袋 那又可以裝得更多的東西 對 那它有這麼多袋子 可以不停擴充 可以 那現在先拆出來 那就是一般拆出來的方式 有個珠鼻 好了 裝下去了 一樣裝法 好 好 那就搞定了 嘩其實都是一樣這麼帥 那我自己個人 比起剛才的均綠色 我就偏向喜歡黑色多一點 對 那 拆開扣都是一樣 那裏面其實都是一樣 都是有點內格 你可以自己貼上去這樣 那這個7L的 亦都是同10L的 那一隻我裝上去的配件袋 位置都是一樣的 都是在這邊裝水的這個袋 還有一個我裝銀包的袋 好 搞定 那一元出來本身就是這樣的 可以用隻手抽住 那這個袋要扣下去呢 非常之簡單 它的設計 它這裏面有一個洞 這裏都是一樣 就是扣在這個洞裡的 那這個袋呢 就先穿下去 我們 穿完下去 就怎樣扣呢 有一個銀色的位置 這個扣上去 就已經是搞定了 拆出來就按住 它就會自己彈下來 按住銀色 扣上去 然後拆出來就按住 那另外這一邊也一樣 按住 扣上去 搞定 那它本身這個袋上面 不是有些配件袋嗎 這些的配件袋 如果是想拿走的話 可以拿走 不拿走的話 其實直接就這樣背都OK 那甚至有個袋 可以放下水瓶 想喝的時候 直接拆出來喝 那而現在的袋呢 我覺得它 首先第一樣東西 這個位置 平時不是有些斜背袋 它是有個護墊護住肩頭 沒有那麼不舒服 那它這個是做得非常之好 那個物料是防線的 然後摸下去 是有少少緩衝的物料在裡面 有些填充物的 那個感覺 我覺得是有點像滑鼠墊的那個護墊 有少少像那個感覺 很舒服 然後 看到這裡有一個紅色的 一條帶 就是可以瞬間 把它縮短 或者拉長 看到嗎 這樣就拉長了 我們說 我想長一點 這個地方 也是跟一般的斜背袋不同 可以這樣 瞬間可以拉到那麼長 然後 拿東西就方便些 非常之順暢 這樣拉上來了 然後我扣緊 就搞定了 那就變短了 然後它這個護墊 是防線的 所以看到剛剛一直都在這個位置 它不會動 如果它跟著會動的話 就可能會沒有那麼順手 要可能逐著這個位置 其實看到是 我打算拉長 來抓長了 然後我想 拉短它 這樣 就這樣 單手就已經可以做到 外面下的雨 去到室內 除了乳褲出來 濕透了 放下去會很不方便 免得做濕些東西 然後可以直接姿勢 在這個位置 哇 除了乳褲 還有遮瑕 祂也可能會濕的 可以先放在這裡 那麼容易掉出來的也不會說功能性是一流的 這個袋可以拿去打仗 環島絕對沒問題 如果想安裝在車上 就可以高速按住這個位置就可以拆到帶子出來 然後就直接安裝在車上 其實它本身的配件袋也可以揹著 我一開始開箱的時候 拿個袋出來就有條帶子 可以揹到一個袋子 有時候可能就這樣想 又小時候不想這麼大的袋子拿走 只放些銀包、手機在這裡就可以拿走這個袋子 還有自從小部過了一個專利 都有很多車友會入手一部仿佈回來 甚至有些車友本身是在開小部的 自己都再買一部仿佈回來 這些袋子我相信可以幫到很多車友 這次和大家一起看的Voltoncraft的飛行員單車袋 功能上真的很強大 它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般的單車袋 是沒有的 可以自己擴充很多的位置 放到更多不同的東西 放到上去的單車之餘 也可以揹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架子 這個架子是可以拆出來的 因為它本身這個架子是要另外購買的 即是買了這個飛行員單車袋回來 還要買這個架子 才可以放到上去的小部 這一點就要注意 如果大家對Voltoncraft的袋子有興趣 就可以聯絡我去找我 又或者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內容欄 按下去就會看得到 無論是飛行員的袋子還是其他的袋子都可以 去留意一下他有沒有興趣 這個飛行員的袋子真的非常棒 用在小部那裡 看看下一次又有什麼關於小部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摩討 influen擊 offensive 摩討